而台积电的熊本场传出是明年二月会举行开幕时 大家很关心创办人张忠谋会不会亲自现身呢 因为张忠谋超级忙 夫人张淑芬就透露了 张忠谋到现在还是天天到办公室报到 讲他退休我也常常看不到他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退而不休超级忙 时常扮演空中飞人世界各地演讲 又连续担任AirPad领袖代表 不只连爱妻夫人张淑芬常常看不到人 也亲曝他的超狂行程表 四天每一天晚上都有事情 那白天我先是都有事情 他一起来就在看报告跟准备报告 他跟别人谈话 很尽责他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这份尽责态度让张忠谋退休生活始终闲不下来 高龄92岁每天还是会大量阅读 关心国际大事 一定会看公司的一些报告 美国的报纸台湾的报纸 关心国际新闻 那他下午都会到办公室去 见人或是准备资料都会打桥牌 在家或者在公司写自传 还剩最后十分之一吧 夫妻两人彼此相伴珍惜当下 另一头张淑芬也持续公益之路 今年率领1.4万名台积电志工 投入800场活动台积电今年也首创了志工架立体 不只让团队人力更壮大 还跟上产业趋势教导偏乡孩童人工智慧 他们去交了三四个钟头 他们学了以后就让小孩 大缺工时代凭解决产业问题 台积电志工也积极帮助饭店烘焙等企业 培养和煤盒人力 乐运能方面累积也替弱势机构 设立了16岸场 每年售电回馈超过500万等等 张忠谋张淑芬夫妻分井合集 持续点亮台湾 东森产丁新闻王家宏 叶子晶台北报导 看盘不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